今年已经8岁的科基混种犬克罗伊一直活蹦乱跳非常活泼 但去年从床上掉了下来一生惨叫后 克罗伊脊椎从此受伤半身瘫痪 如果进行手术康复成功率也只有5成 这个时候兽医提出了一个对动物而言极为不寻常的疗法 那就是针灸 经过一个半月 每个星期两到三次涵盖止痛 针灸 雷射和物理疗程后 克罗伊的后腿开始能够使力 下半身也可以活动 尽管美国有越来越多兽医向动物失真 而猫狗 兔子等宠物痊愈的成功案例也不少 但当地医学界对于动物针灸疗效依然保持怀疑态度 尽管如此 国际兽医针灸协会发现动物针灸越来越受欢迎 而兽医界更估计只需要几年时间 当地动物医院估计都会有一名住院的动物针灸师 为宠物服务